云林四湖乡有一位独居的60岁许先生 脊椎曾因为长骨刺动手术 有一阵子身体状况不好 更没有积蓄来修缮会漏水的房子 慈一志工定期关怀了两年 看见他的困境 动员协助修缮最近是圆满完工 临处这一天许先生眼眶泛红 紧握志工的手表达谢意 感谢各位 谢谢 满心感恩露出腼腆笑容 时间拉回秀缮之前 60岁许先生的住家屋顶破损 横梁腐蚀 天花板木材因漏水多处损坏 我们志工看得真的很不舍 平常下雨就这样低的 有房间可是无次可以安眠的地方 每逢下雨 许先生几乎无处安身 刺激动员协助修缮 屋顶重做防水工程彻底防漏 屋内天花板登具更新 还贴心地把热水器抽油烟机 全部换新 把他的房间 天花板门窗 然后包括整个厕所的马桶 全部帮他更新 秀缮后的房子患然一新 空间感看起来也更明亮 他满意也很辛苦 师兄师姐 对啊 这样就比较可以拆开了 女儿在台中工作 许先生在云林生活 他有段时间身体状况不好 脊椎掌骨刺做手术 也曾经出过车祸 目前打零工也拾还为生 刺激打造安稳家园 让许先生能安稳过生活 大爱新闻 国际总理岳伟 蔡仪达云林报导